因缘就是自然根源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菩萨称我们是众生呢 因为众生是由因缘而生的 因为你有这个因缘 所以才会成为众生 因为你上辈子的很多缘分还没有尽 所以你这辈子必须继续把债还完 因为你上辈子欠了别人的 你这辈子必定来还债 所以说众生是因为因缘而生 菩萨救度了无数的众生 菩萨认为这是缘分 那么菩萨跟众生也是有缘分的 很多的众生在学佛当中体悟到 我们应该怎样做菩萨 就像我们的亲人要帮助我们一样的 我们的亲人如果事业成功了 他会帮助我们很多事情 道理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这也是缘分 菩萨认为 在人间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缘活着的 如果没有缘分 我们今天不会走到一起 如果没有缘分 我们不可能成为众生 也不可能在未来成为佛 所以这个缘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叫随缘 随着什么缘 这是什么缘 有时候恶缘来了 我们必须随着它并改变它 善缘来了 也要随着它 实际上 这个缘分 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根本 如果你没有佛缘 你根本不可能学到佛 如果你没有佛缘 你不可能成为菩萨 菩萨认为 我们做功德 也要认为 我们没有做什么功德 我们没有救什么众生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亲人 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那就是 为什么菩萨经常说 救了人 像没有救人一样 度了人 像没有度人一样 做了功德 像没有做功德一样 就像我们的父母亲 为孩子做了一点事情 父母亲会到处去炫耀吗 我为我女儿怎么样 我为我儿子怎么样 这就是禁忌啊 菩萨没有把救度众生的事情 看作是功德 那么师父问你们 菩萨有没有功德啊 有的 因为菩萨永远拥有功德 因为菩萨的心中 只有众生 妈妈虽然没有对孩子说 这是我帮你做成功的事情 但是 妈妈永远是为了孩子 付出了很多 这就叫功德 即便你不想要这些功德 但是 这些功德 还是你的 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 不管他是否享有功德 他都拥有功德 我们拥有人生 但是我们从来不去想 应得的人生福气 我们来去三界自由 为什么 因为完全是靠人间这些功德 所为 所以 在人间三界自由 就是说 你的命是由你自己定的 你今后到哪里去 也是由你自己选的 你在人间做得好不好 今后将来 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全部都是由你自己来定的 为什么菩萨知道 度众生 无非就是一个因缘 很多母亲给孩子做事情的时候 无非就是想到 我为我的孩子 我为我这辈子的孩子 但是 我不知道 下辈子这个人 还是不是我的孩子 所以 这个因缘 实际上 就是一个空 因为下辈子 他不一定是我的孩子了 我们这辈子是好朋友 下辈子 也不知道 会是什么关系 也许下辈子 咱们就结束了 因为菩萨知道 人无非就是一个因缘 所以 因缘到最后 是空的 没有因 也不会有缘 不管大家是修好了 还是修得不好 这个因缘结束了 就没有了 所以说 夫妻吵架 相间和太极 为什么要吵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都是因缘啊 过几年 因缘没有了 夫妻关系 也就很快结束了 结束了 就永远没有了 那为什么非要把这个空的缘分 当成真实的 永远的缘分来对待呢 菩萨讲了 度人等于无度 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好事 等于没做 我们现在帮助别人 等于没有帮助别人 度人也是空的 因为你度过他了 不管他好了 还是不好 实际上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这就是 行无相度众生 行无相度众生 就是不要以为 自己很了不起 这些事情是我做的 不要以为 你对心灵法门 怎么样怎么样 是观世音菩萨的 永远不要觉得 自己很了不起 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只不过是 在用自己的佛性 做一点点佛的事情 为的是 今后将来 能够成为佛 行无相度众生 就是说 我们一定不能着相 好像很多人 去度别人的时候 都喜欢说 你知道吗 你要这样做啊 你要那样做啊 你是谁啊 度人的时候 要无相 行无相度众生 要懂得 生老病死很自然 一个人生出来 老了 生病了 死了 都是自然的 元气性空 是真谛 这个缘分来了 但是 再怎么有缘分 本性还是空的 没有 性空是真谛 什么叫真谛呀 就是真正的 明白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 都是空的 假的 无为的 那你就明白 这个世界的真谛了 那你就不会在人间 去争名夺理 而与我诈 因为都是不存在的 举个例子 小时候 在学校里的时候 如果今天老师说 几个同学留下来 老师跟你们商量一点事情 所有走调的学生 都会觉得 脸上无光 心里很不开心 很难过 对不对 现在想想看 那种感觉 还有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了 可当初觉得 很难为情 想着老师 为什么不叫自己 要懂得 本性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没有的 是缘分 是缘分 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当这个缘 离开我们之后 缘分就没了 没有了缘分 你再想去把这个缘分 拉回来 那就很难了 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因缘所生 今天你为什么投胎 投到他的家里 为什么他到你家里 来做你的孩子 这些都是上辈子的因缘所生 因缘就是 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 继续在还债 继续在受报 所以缘起性空 缘分来的时候 连自性都是空的 实际上 当一个人 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碰到事情 只不过是一个缘分 你碰到什么事情了 这个事情解决了 不就没事了吗 不就是一个缘吗 因为你做错事情了 所以 你会受这个果报 因为你没有好好的 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你就会受到果报 那么 性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心里 最本来的本性 变成干净 成为空 举个简单例子 这件事 不是你心中 本来应该有的事情 因为心中本无事 庸人自扰 我的心很干净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但是 就是因为我过去 做过某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 找上我了 这就是缘分来了 不管是善缘 还是恶缘 缘分来了之后 跟你的心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的本性 还是原来的 没有影响到你 但是呢 在外围 你的外心 还是会受到影响 什么叫外心呢 人的心 分内心和外心 外心就是 执着 贪嗔吃卖疑 那么本性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内在的 最内涵的心 既然本性是空的 外面来的这些麻烦 都是你外心所染灼 所受的报应果报 既然是空的 那么你看到了 就把它认为 是梦幻泡影 过去拥有一个 很好的父亲 父亲死掉了 过去拥有一个 很好的母亲 母亲离开了我们 过去我们曾经 有一个孩子 后来孩子 出车祸走了 过去你们有一个 很好的前途 现在没有了 过去你们有一个 很好的身体 你们现在的身体坏了 生病了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空的 就像梦幻泡影一样 师父曾经有个朋友 是心理学家 他跟师父讲过 出车祸之前 这个人好好的 出了车祸之后 这个人昏迷了 然后医生给他做了决断 马上要把腿截掉 这个时候 这个人还没有醒 腿被截掉之后 就把这个人给绑起来 因为当他醒过来之后 他突然之间看见 自己的腿没有了 他会疯掉的 那我们呢 不了解真实的世界 我们就像做梦一样 我们某一天 做梦醒过来的时候 突然看见 我们已经躺在床上了 我们已经生癌症了 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 已经没有了 这个时候 你会疯掉的 这个就是梦幻泡影 你们人看到的 永远都是不真实的东西 希望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